来 别动 手挤起来 媒体所关注的车遭波红7砍杀无辜司机案 那么经专丹小组持续的追查 得知该暴力集团之幕后首脑系本县相代表陈姓当选人 涉及多起的暴力 恐吓还有胁迫等不法情势 那么经专丹小组将陈姓祖贤及其成员共17名 全数具体到案移送引力地检署侦办 警方表示陈姓祖贤涉嫌透过组织成员 以威胁恐吓等方式介入乡民代表主席选举 此外也曾有涉嫌恐吓殡葬业者等不法事件 全案是以组织犯罪 妨碍自由 妨碍投票罪等罪名 移送地检署侦办 选举期间在查查汇选区防治暴力期间 就发现说有多名的现任代表有受到威胁恐吓 因为对方要争取主席的宝座 如果有不同意的他就会用一些手段 然后威胁让他们心生恐惧 在21号跟22号发动同步搜索具体 他之前就是有那个伤势的部分 有请编帐页协助处理 因为可能处理的没有很好 所以他就是也不愿意付钱 然后可能也要求一些赔偿这样子 经法院裁定 陈兴祖贤已羁押禁件 而其余三位遭检方起诉的成员 则是以新台币10万元交保后传 警察局再次强调 将会继续强力守当步伐 维护地方治安 记者邱显成采访报导